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31日 今天是除夕 今天2022年 是會過去了 迎接我們 預計會很惡劣的2023年 跟大家說一下 香港 警察的 親密戰略合作夥伴 和聲和 大家都知道我們一向對於這個名稱 其實是很緊張的 原因呢 我們一定要 大家知道我們要全香港的人 全世界的人清楚明白 和聲和不是甚麼黑社會 他是香港 戰略合作夥伴 是香港警方最親密的朋友 基本上他們可以當他們是半個公職人員 甚至乎是半個紀律部隊 但是這件事有些奇怪 警方竟然派臥底進去一個他們的親密戰略合作夥伴 而且派了很多年 這個臥底 去一間芬蘭浴室做事 洗毛巾 還是甚麼 期間 一個商人 涉嫌在浴池 說 那些人當我聖我辦事人武道 這個商人因此被捕 這麼容易落網 但是有個問題 是不是一個人的證供就可以入罪呢 聖火辦事人犯了甚麼罪呢 那個是你們的 合作夥伴來的 你們的partner來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時有QK 其實 他說這個人 一直以來 都沒有再出庭應訊 即是這個商人 警方之後在沙田一間酒店就拘捕了他 他在昨天 在區域法院承認 聲稱是三合會社團的幹事 等三罪 幹事 職位不錯 翌日 三合會可以有CEO CFO COO 更加好 現在少林子也是有CEO的 現在不說主持 方丈 坐管 拿數 然後全部勾了 全部改造 用NBA的方式 不是打籃口職 不是NBA 是NBA工商管理 用NBA的模式 去經營一個社團 或是一個團體 估計是會比較 進步一點的 他連同一宗涉及三合會罪行的案件 被判囚32個月20日 真可憐 要坐那麼久 真是很不公道 好像黎智英那樣 少少事 五年九個月 他也32個月 被告張仲榮 今年 51歲 他 報稱自己是商人 他 他承認 聲稱是三合會社團的干事 以三合會社團成員身份行事 以及沒有合理恩由而沒有 歸額 即是棄保潛逃 辯方求情是說 案中兩次涉及三合會控罪的事件 都不涉及吹雞 或是招攬他人加入黑社會等等 第一次事件中 張仲榮只是自言自語 發洩露氣 我們讀案情 再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 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大家對於 VPN有需求的 也可以 參考我們提供的VPN 多謝大家支持 好了 先說一下案情 警方 說他們派出臥底探員 去元朗一間芬蘭浴室工作 於2017年1月6日晚上11點 張先生勞氣匆匆地衝入浴池 就說 有沒有搞錯呀 又說那些人當我聖火辦事人武道 在同年2月9日 臥底警員在浴池 在浴池看到張 當時張有兩個男子叫張做大佬 張點頭並回應 談不成也要找他出來談的 不是我打X他 是不是我們聖火的人來的 他跟誰的 其中一個男子回應 跟泰國人 那班 泰國那麼厲害 聖火原來 跨國企業來的 去到泰國也有業務 好了 張先生再催促兩人 快點搞吧 起碼我不要被人拉線 夾婚婦男子越盡快處理 越回答知道 搞串哥即是搞我們聖火 串哥意思是 意思是這位張先生的名字叫串哥 張在同年8月被捕 案件在本年7月7日再審 搞了那麼久才再審 張未有出席聆訊 法庭因此發出拘捕令 警方在同月21日 在沙田一間酒店內拘捕 此外 張宋榮仲在另一 中案件經過審訊之後 被裁定 聲稱是三合會社團幹事罪成 指他 在這個 2016年12月的一個上鄉儀式之中 以聖火的坐管身份行事 這個原來真的是 聖火的坐管 即是489 其實 我覺得聖火真的有需要改革 其實香港的社團全部都改革 你們 應該跟香港警方看齊 你們應該 把坐管改成處長 以後沒有人可以拉到你們 你們是誰 聖火同事 處長 489 以後就叫做處長 有438的嘛 438做甚麼呢 438呢 可以叫做 總警司 因為副處長 太多副處長 你猜中國有幾十個副處長 不用副處長 叫做總警司 然後其他 紅棍 叫做總督察 夠名夠威水 以後逢見到聖火坐管 就叫做 自己做處長 保證沒事 但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聽回來 我也是聽回來 聖火有時候有兩個坐管 有時候有四個坐管 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 清楚的人 朋友可以更新我們資料 究竟現在勝過多少個坐管 多少個署長 我想知道多少個署長 是不是 因為這些東西 我認為與時俱進 他們 需要 證明 是不是 拿數呢 現在我想也很少人聽過這個名字 因為438嘛 叫做二路元帥 再老一輩這樣說 應該叫做總警司 叫做總警司 叫做總警司 然後 雙花紅棍 全部通稱做總督察 總督察 多厲害 總督察 以後 不論是14K 不論是新義安 不論是水防 不論是聖火 全部 通通改由 用這個方式說 你說出來多厲害 在旁邊 保證那些藍絲 都會對你反轉軌 原來你是總警司 失敬失敬 這樣就成功了 我們以前聽過很多的銜頭 全部都可以改名了 總警司 總督察 這個 我認為 是拉近你們 跟警方之間的距離 而且以後真是被人 臥底 你們都可以 抵賴 我是總警司 我認為是總警司 不行嗎 我認為是總警司 不行嗎 所以 又或者 如果你們覺得這樣不是那麼好 用這個商業的模式 總裁 坐管 總裁 掌數 應該是財務總監 對嗎 這就合適了 CFO 財務總監 白紫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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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叫做 營運總裁 白紫綫 也不是很正確 因為是出謀獻冊 還有草鞋 草鞋 草鞋應該叫做 營業董事 白紫綫 可以叫做 企業顧問 企業顧問 或是適合 配合他的角色 雙花紅軍 應該叫做銷售經理 這樣就好一點了 為甚麼呢 你當他是銷售士 打仔 通常打仔也是銷售士來的 你就說他是銷售經理 又或者你覺得 經理不夠威風 有沒有一些好一點的 亂直董事 亂直董事 以後雙花紅軍改名為亂直董事 以後 沒有人可以告得到你們 我認為真的有需要與時並進 雖然你們跟警方是一個合作夥伴關係 但是 很多時候你這樣 突然被人砌一鍋 多麼不敵 以後改口 誰敢 當我聖和總裁沒有了道 你真的開一間公司叫聖和集團 或者聖和有限公司 甚至乎開正名 甚至乎 我覺得你們以前有沒有賭過馬 以前 有一隻馬叫聖利拍檔 擺在百里為馬房的 湯寶芯騎輸給珠寶芝星 輸給彩色世界 貼狗錢輸給彩色世界 後來老方又有兩隻馬 又是聖利拍檔 不過他是聖神的聖 利是用利山的利 改名叫聖利拍檔 那就是 諧音字嘛 那以後你們改名叫聖和公司 聖就是聖誕的聖 和 你可以叫做一家和的和 一個和的和 那就搞定了 誰可以搞到你們呢 做人 變通一點 保證以後不會犯 相同的錯誤 不過 我們要研究的不是這個問題 研究的 為甚麼警方跟你們 那麼親密 都要來搞你們呢 這個我又認為 真的有陰謀在 是不是搞錯了呢 不小心 還是 你們 是他們的打擊對象 因為你們 可能 尤其是姓張的 是不是跟警方沒有那麼合作呀 沒有出來打示威者呀 你要檢討一下 沒有打示威者 可能就是你這次被判罪的理由 是不是 所以 下次 你起碼 認有打吧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的網聚 這次會在黑池舉行 我們 1月28日 這是努力的大年初七 我們這次 有個社區會堂 給我們進行這次的活動 這次活動 我們是以一個下午查的 簡單的小型查點的形式 去進行的 當然 除了跟網友聚一聚之外 我們也是 會成立一個NGO 主要 是負責幫香港人過渡過來英國 因為很多 初來報導 人生好不熟 而且 醫食住行 各方面都需要很多的協助 我們 也會把 跟當地的一些社區組織合作 進行一些 協助 也有些輔導 例如就業 例如子女的教育 醫療 各方面也會照顧得到的 我們的地址 稍後我們會拍一條短片 放上去 我們的YouTube 也有地址 也有聯絡電話 我們 開始時間 是當日下午的2時半 預計 是到6時半 如果 活動的話題比較多 可能會加到6時半 報名方式可以WhatsApp 英國號碼 兩個都是 7949 859 859 421 是7949 859 421 這是合作社的熱線 另外 你們也可以WhatsApp 也是英國號碼 7599 451657 7599 451657 那麼我們 這兩個號碼 大家都可以在我們的YouTube 找得到的 大家如果報名 就可以透過這兩個WhatsApp 向我們報名 或者以往在黑池住港的朋友 可以通過阿智來報名 黑池以往我們 過去年多 總共有180個家庭 差不多超過180個家庭 在我們那裏就暫住過 只是這180個家庭 也超過200多人 希望大家踴躍報名 那個社區會堂也是很大的 可以 可以融立到 我想起碼300人都可以融立到的 這次的收費是10磅 一個茶點 希望到時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而已 如果你住一個月的話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的話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那裏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內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影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